這軍公告的今晚 七月一頭開始確定要加薪水 六港的基本港主現在也來調整 雖然企業是有一點煩惱 不過會知道 劉委會主理 王主恆是表示說 雖然今年年齊 基本港主有企600元是3.47% 不過今年基本港主一定會企3%以上 另外現在對這 六港團體提出說 基本港主現在應該要到2萬2接到 王主恆是無公式 他說這就要考慮到企業的企業 軍公告調薪3%這麼定案 六港基本港主也在那裡要調整 劉委會主委王如玄在記載里歡迎 公開表示 今年基本港主一定會調整 這份合作一定比軍公告調薪的3%合作更高 請問我們全民調薪調高基本工資 我們做不做得到 跟大家報告 這是勢在必行 一定要的 我覺得我們對勞工朋友的重固 絕對要高於對公務員的照顧 所以公務員調薪的3% 那我們的部分一定要比3%更夠 這個是我可以去期待要求承諾的 如果是基本港主加薪只就3%來計算 六港薪市也增加536元以上 會正是突破1萬8千元的關卡 不過這項調薪也要等到第三個 調薪基本港主新民預約會才會決定 不過由六港團體表示 這次全國公務員加薪 平均每人的薪增加2,230元 所以基本港主的調薪也應該比較 薪水直接求到2萬2千180元 那麼勞團目前所提出來的2萬2的 這樣的一個額度基本上是調了24% 這樣的調整會不會對台灣的整個 勞動環境造成重大的衝擊 那個後果最後其實還是勞工朋友在承擔 另外占地數方向優應該把基本港主加外勞推高 華盧選是無人動 強調這種的罪法對台灣的林管企業的不利 竟然會有外界人為 台灣是寫香港唱的不好印象 可能造成外國衝衝 無關於落單到台灣的嚴重效果 只要受到影響的除了衝衝 要講台的六港朋友 記者總結束